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来听 2024年11月7日 农历十月初期 正逢立冬之节 立冬一到 北风渐起 双降时节 气候愈加清冷 昼夜温差大 秋老虎的闷热渐消 转而为气爽风凉 此时万物渐显萧条 双气袭人 正如古人所言 双降向人寒 清冰露水漫 北方早已是雪花飞舞 白雪腹地 银庄素果 静谧而素雅 对于中老年人而言 此时已早做防寒之策 莫贪粮 切记忌讳寒气入体 因此 老人们会提醒我们 明日是立冬 无论多忙 都要提醒牢记 一不熬 二要动 三不怒 四要吃 别忘了告诉家人 老传统莫忘 建议了解 别因无知触了眉头 什么是立冬 立冬 二十四节气之十九 乃冬季之时也 此时 斗饼指向西北 太阳黄金达 二百二十五度 交节之日 约在每年阳历 十一月七 八日之间 古人云 立冬 建时也 冬 中也 万物收藏也 此节气寓意生气必藏 阳气渐饮 阴气渐盛 万物皆藏 未见一丝春意 然未来年之复苏 积蓄精气 秋意渐浓 风起夜落 黄花带露 红叶满街 寒气未显 正是温阳逐渐消退之时 又曰 冬者 中也 十者 生也 立冬 既是冬季的起点 亦为万物修养生息的时刻 天地契机转变 犹如农人秋收后 将收获的力量 积蓄待春 此时 虽秋气未尽 寒意已渐起 时有细雨飞飞 冷风席人 人在此时 应养精蓄锐 未雨绸缪 为迎接未来的春生夏长 做好准备 故 2024年立冬 是交节在公历 11月7日 农历 10月初期 这天 具体时间为 60 19分49秒 我国古代将立冬节气 分为三务后 古代 人们将立冬分为三务后 一后水使冰 二后地使洞 三后置入大水为甚 一后水使冰 因气渐浓 气温逐步降低 将和湖泊的水面 开始结冰 古人云 水至寒 使见冰 此时 水中的生灵 亦感受着寒冷的侵袭 生机暂些 二后 地使洞 气温更低 大地开始结冰 土壤渐宁 此时 田野的草木为米 万物进入沉寂的冬季状态 仿佛一切都在静带来春的复苏 正如洞土南耕 岁月如流所言 农士赞告一段落 休养生息 三后 置入大水为甚 也积销声匿迹 藏身于大水之中 水中的隔离健肥 古人误以为至便做了肾 此为自然界中的奇特现象 象征着冬季的来临 与生物的适应变化 仿佛大自然的一场变幻 与人无尽遐想 立冬节气 有哪些传统风俗 立冬节气 民间习俗丰富 皆为迎冬而设 此时 家家户户多有贺冬之礼 表达对寒冬的迎接 北方有以吃饺子为传统 寓意胶子换岁 而羊肉汤 鸡蛋 鱼糖 面条 花生等食物 亦成为冬日餐桌上的常见美味 滋补身体 抵御寒冷 更有永世习习习惯冬勇 自以迎接寒气 壮胆健体 如古人所云 立冬日寒 暖在心间 明日立冬 有啥特点 明日 十一月七日立冬 按古代历法 明天为假辰年 以亥月 以亥日 农历十月初期 在十二剑除中是剑日 剑日是一个什么日子 2024年11月7日 农历十月初期 恰逢立冬节气 此日 幼职剑日 即民间所称的黑道凶日 在古人眼中 见有开始之意 属于气场强烈 亦引发变动的日子 因此 万事一慎行 尤其是那些初始阶段的事物 更应避免贸然开始 古人有云 见日不宜做事 甚至又甚 此日气机尚不稳定 容易导致不顺 立冬时节 天地气场交感 阴阳之气出生 东寒未至 春气亦远 此时 此场混沌 一起波动 古语有言 立冬四不做 做了不顺心 此乃提醒百姓 立冬之日 不可轻举妄动 事物的萌芽尚未完全 若在此时行动 往往难以得逞 甚至陷入困额 农历时月初七 既是立冬 又直见日 正是四季交替 气候变缓之时 此日虽为新生之初 但其气场动荡不安 事宜深思熟虑 修养生息 而非急功近利 天地交感 天人共振 亦是人们需静待时机 谨慎行事的日子 故 明日十一月七日 立冬是凶日 提醒中老年人 有空没空 牢记 一不熬 二要动 三不怒 四要吃 别忘了告诉家人 老传统莫忘 下面来看看老祖宗咋说 是否有道理 一不熬 不熬夜 农历时月初七 恰逢立冬之日 此时 阳气渐收 阴气渐盛 寒气席人 昼夜温差加大 古人有云 冬藏生机 春生万象 此节气标志着万物折服 生气潜藏 正是养生之时 尤其对于中老年人 顺应自然规律 调整作息显得尤为重要 皇帝内经言 冬已早卧晚起 必带日光 此时 白昼短暂 黑夜渐长 正是调整作息的最佳时机 随着立冬的到来 阳气潜藏 阴气盛极 寒为阴邪 容易伤及阳气 因此 适当增加睡眠时间 避免熬夜 移养阳气 护脏腑 正如古人所说 养生先养睡 睡得好 精神足 此节气 昼夜温差大 气候清爽而干燥 秋老虎的闷热气息已渐远 为了适应这自然的变化 建议中老年人将作息 调整为早睡晚起 早晨起床 最好在六至七点 晚上则应在九至十点之前休息 避免过度劳累和熬夜 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与体力 如此 既顺应天时 又能安享身心之鉴 二药洞 适量运动 2024年11月7日 农历十月初期 立冬之节悄然来临 秋意渐消 寒气渐浓 昼夜温差加大 空气清凉干燥 此时 许多人可能因气温骤降 而减少运动 但古人云 动则生阳 静则生病 适量的运动对增强身体免疫力 至关重要 尤其是中老年人 应适应季节变换 增强体质 防止寒气侵袭 立冬之时 太阳直射位置难移 北半球昼短夜长 气候变化显著 白日虽然短暂 但午后依旧有些许温暖 而清晨与傍晚 则愈加凉爽 此时气温变化无常 秋冬交接之际 以根据天气 及时增减衣物 避免受凉 常言道 为寒先防 为病先治 切勿让寒气侵入体内 方能避免免疫力下降 导致健康问题 此时节 运动应当柔和适度 可选择在室外散步 跑步 或练习太极 打羽毛球等活动 亦可在室内做瑜伽 快走 甚至是些许家务劳动 皆可有效提高代谢 保持身体温暖 运动时 不宜过早晨练 切记保暖 运动后 不宜立即减衣 以免着凉 饮食上 可适量增补高蛋白食物 及富含维生素的蔬果 以增强抵抗力 如此调养 必能抵御冬寒 安享健康之年 三不怒 不发怒 保持平静心态 农历十月初期 立冬来临 气候渐寒 昼夜温差加剧 秋老虎的余热逐渐消散 进入了寒冷的冬季 对于中老年人而言 气候的骤然变化 容易引起情绪波动 古人有云 气寒心易动 寒风吹心虚 此时更应保持内心的平静 避免情绪激动 尤其要防止因外界的寒冷 引发不必要的烦躁与急躁 立冬节气 天地阴阳交替 寒气渐气 此时 精神内守尤为重要 古人讲 冬藏氧气 春生万象 冬季正是养神 藏气的时节 保持心态的平和安宁 避免大喜大悲 方能守住内心的安稳 调和体内的阴阳气机 若心情愈结 则容易招致病痛 伤害阳气 身体溢溢受到寒气的侵袭 初冬之时 万物凋零 气候清冷 尤其是对于年长者 秋冬交接之际 常感心情低落 忧郁之感更盛 此时 以多听音乐 散步 晒太阳等 放松身心 舒展情绪 正如古人所言 无欲则刚 安宁则掌 保持心静的宁静与宽和 调和心气 才能更好地适应冬季的严寒 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度过这个严峻的季节 四要吃 吃饺子 吃羊肉 吃饺子 立冬之日 天地气息 转寒 北风渐净 万物收敛 民间有立冬补冬 补嘴空的说法 一直 此时 应适当进步 以迎接冬季的寒冷 在这一节气 最具象征意义的食物 便是饺子 古人有云 立冬不端饺子碗 动掉耳朵 没人管 此言虽夸张 却足见饺子 在立冬时节的重要性 尤其对中老年人而言 饺子不只是一道美食 更是祈愿吉祥 增强体力的佳肴 在北方 立冬吃饺子 已成为一种传统习俗 饺子外形四耳 寓意娇耳 象征着健康和安宁 饺子馅料丰富 可以选择多种食材 既能满足不同口味 又能温暖身心 驱寒增力 饺子的娇子之意 也让其在立冬时节 更具意义 正如秋冬交替之际 饺子成为人们 与季节与食令的默契呼应 除了饺子外 南方的潮汕地区 亦有着不同的冬日习俗 当地人尝试甘蔗与炒香饭 以驱寒保健 甘蔗甘甜滋润 意气养阴 正是冬季食令中的滋补良品 炒香饭则选用多种食材 色香味俱佳 不仅为胃口增添风味 更能调和体内气血 温暖身体 在这气爽风凉 寒意见浓的立冬时节 移食暖补佳品 调养气血 增强体质 顺应自然的节令变化 吃羊肉 立冬时节 气候渐转 昼夜温差增大 正所谓秋老虎鱼微未消 气温时而温和 时而寒凉 古人云 立冬补冬 补嘴空 此时事宜滋补 羊肉变成了上家之选 羊肉具有温不驱寒 增强免疫的效用 尤为中老年人所推崇 铜锅涮肉 红烧羊肉等 皆是立冬之令 滋养身心 驱散寒意 由得人心 正值此剂 少雨干燥 空气欲显寒凉 适合食用炖羊肉 包羊汤等美味佳肴 以温暖体内 调养提味 更有佳人言 冬日食羊肉 养生无他法 羊肉与萝卜相配 味媒且能清热解毒 恰如其分地 应对着干燥多变的时节 立冬 是时节的转折 更是养生的关键时刻 推荐食谱 红烧羊肉炖萝卜 所需食材 羊肉 萝卜 姜 葱 料酒 生抽 老抽 白糖 香菜 盐 制作步骤 一 羊肉洗净 切块后 置入肺水中焯烫 以去腥气及血水 此法虽凡 实为调养家策 恰如去其糟粕 留其精华之意 二 锅中添油 热后放白糖 炒至糖融化变色 羊肉快投之 翻炒至肉色微变 再入葱姜 煸炒出香 随后添料酒与酱油 翻匀至香气四溢 三 加入清水 煮沸后 盖小火慢炖 盖锅 焖煮至羊肉软嫩 再加入切好的嫩萝卜 继续炖煮 至萝卜入味 最后加盐调味 盛出撒香菜 暖心又养身 明日是立冬 恰逢凶日 无论多忙 再次提醒牢记 一步熬 二要动 三不怒 四要吃 别忘了告诉家人 老传统莫忘 您都记住了吗 立冬转运 家有这三生肖事业叙事待发 财运最旺 恭喜上榜 一 生肖鸡 鼠鸡朋友立冬开始转运 他们各方面都将迎来崭新的变化 工作上可以迎来正轨 加上贵人的辅佐 鼠鸡朋友可以顺利解决难题 建议广结善缘 工作方面稳扎稳打 避免与人产生矛盾 以免被有心之人利用 鼠鸡朋友立冬开始容易找到新的赚钱机会 他们保持积极的斗志 财员滚滚进宅 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都容易获得好消息 恭喜鼠鸡朋友立冬转运 更多的好消息将到来 二 生肖马 对于鼠马朋友来说 立冬开始他们迎来转运机会 更多的好消息围绕在身侧 鼠马朋友职场上容易有贵人辅佐 他们有福有才 更多的机会展现自身 鼠马朋友人员好 建议增强社交互动 为未来事业发展打下基础 另外 鼠马朋友建议你们提升自我 贵心加持 工作上得心应手 能够取得不俗成绩 鼠马朋友做事效率本就高 他们一定可以拿出最好的状态 证明自己的实力 财务方面更加强大稳固 生活质量节节高升 三 生肖鼠 生肖鼠朋友立冬开始迎来转运 他们拥有很强的贵人运 财运方面入账丰厚 对于鼠鼠朋友来说 他们不再为赚钱发愁 告别阻碍 迎来更多机会 鼠鼠朋友事业方面积极拓展 可以更好展现自己 从而获得较好的机会 他们的努力也会得到相应回报 总之对于鼠鼠朋友来说 进入立冬开始 他们各方面将顺风顺水 财富稳步上升 运势上上迁 立冬是24节气之一 象征冬季正式拉开序幕 节气交替之际 通常是转运的好时机 立冬开财运秘诀 方法一 11月7日立冬当天 财神位于正东方 可以在红包带内 放入象征好彩头的168或888元 放置在家中正东方位 持续7天后再将其存入银行 能够招来财源滚滚 助你财富节节攀升 方法二 立冬交结时间为 11月7日早上6点12分到6点20分 在此时段准备一个碗 放些米或豆子 插上一只筷子后 摆放在屋外或窗边 这象征立冬一只独秀 寓意独立自主 好运汇聚 放置一天后 可将米豆丢弃 助你迎接贵人和财运 方法三 立冬当天 太阳的极力度数为225度 因此可以随身携带225的现金 确保金额准确 放在口袋里 让宇宙能量环绕财气 将好运带在身边 盐灯与橘子招好运 方法一 盐灯开运 在家里或办公室 摆放一盏盐灯 不仅提升心情 还能增强各类运势 招财运 放在客厅一角 聚财望运 添贵人 放在卧室作为夜灯 助你获得贵人相助 健康运 办公室中放置 可作为健康开运物 失业运 放在办公室进门对角处 有助事业步步高升 方法二 橘子增吉祥 橘子谐音吉 是好运的象征 立东当天 将基数如三 五 七 九个橘子 摆在客厅显眼位置 用水果盘盛放 为家人分享 当橘子少于三个时 及时补充 象征生生不息 如此布置 能够为全家人 带来生机与好运 为年尾收官打下好基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